第271集 七年前,警方查不出是谁在撒谎,但现在,真相几乎摆在了民书面前。 那个在背后做手脚的,很有可能是龚国珍,否则他一家的死状不会与秦兄一家那么相似。 可照黄小春和其他狱警所言,龚国珍一向很照顾白鹰,白鹰险些被犯人们侵犯那次,也是龚国珍出手相救。 假设白鹰越狱是受到龚国珍的帮助,那白鹰有什么理由在出狱多年之后杀害龚国珍一家呢? 站在白鹰的角度,龚国珍难道不是他的恩人吗? 过程推倒不出结果,而从结果逆推,出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过程,那便是思维掉入了某种误区。 明术静下心来,重新剖析白鹰所谓的越狱。 犯下命案之后,白鹰积极认罪,获得清派。 服刑期间,白鹰积极劳动,争取减刑,越狱之前还曾与狱警展望未来。 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理由越狱? 那么白鹰其实并非是越狱,而是因为某个原因被迫离开。 是什么原因?龚国珍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至于白鹰并不感谢他,还在几年后残杀了他。 那曹峰怀呢? 曹峰怀,龚国珍,秦雄都是白鹰的仇人。 按规定,外省的警察不能随意在监狱里走动,但明术背后是特别行动队,因此享有一定的特殊权利。 我想见一见和白鹰同意监视的犯人。 黄小春露出些许为难的审色,说这得跟上头打申请。 等黄小春打申请期间,明术给审询打了个电话。 不久,黄小春将两名犯人带到明术面前。 就他们俩,其余的都出狱了。 两名犯人,一人叫文相,四十多岁,一人叫琉璃干,三十多岁。 罪名都是故意伤害,同奸式的人来来取去,当年与白鹰朝夕相处的,也就剩这两人了。 当着黄小春的面,两人说了些与白鹰有关的事,无非是这人脾气好,勤快,讨人喜欢。 明术听了会儿,觉得文相的眼神很有意思,他仿佛用眼神在传达一个讯息,我知道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暂时不能说。 明术支开了黄小春,监狱处处是监控,但在里面待久了,自然知道哪里是可以说话的地方。 文相领着明术往前走,直到彻底离开狱警们的视线,才说道。 你们都以为白鹰是越狱,其实不是。 都? 如果我相信白鹰真是越狱,我就不会跟你走这么远。 文相挑起眉,与明术的视线短暂交锋,笑着摇了摇头。 哼,你不感到奇怪吗? 我一个囚犯,为什么和你说这么多? 这个世界上,值得奇怪的事太多了。 文相笑得更加开怀,不久,那笑容却又渐渐僵硬,直指消失。 片刻,他转了个身,眯眼看着远处的高墙。 白鹰曾经向我求助,但我没有帮他。 有人强行将白鹰从监狱带离,是吗? 文相点头,在他的眼中,明术看到了内疚与懊悔。 我应该帮他,他不止一次帮过我。 文相紧捏住拳头。 但你知道,监狱这种地方,最不能得罪的就是狱警。 是龚国珍? 你已经知道了? 明术看似平静,心中却早已涌起波涛。 龚国珍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见的事实,还有我这些年下来的推测。 七年前,六月十四号。 按规定,一部分犯人将进入三号车间劳作,劳作完毕后返回监视。 其中,本鹰在三号车间做工的白鹰一直没有出现。 下工后,犯人们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事件。 文相在经过库房时,听到里面传出一声轻微的响动。 凑近一看,发现几个货箱拼成的床上,躺着一个人。 死人正是白鹰。 文相大惊,响动是白鹰发出来的。 白鹰大约是被人下了药,完全无法站起。 发现库房门口的文相,白鹰费力伸出手,泪水不断从眼中涌出。 那个画面,那个求救的姿势与眼神,文相至今无法忘记。 若是时光倒流,文相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将白鹰抱出来。 但在当时,文相却选择了逃走。 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听见白鹰绝望地啊了一声。 与这一声相伴的是一阵脚步声,文相连忙躲进死角,屏住屋西。 不久,他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从库房里出来,是狱警公国针。 这天晚上,监狱突然戒严,原因是有犯人越狱。 后半夜,文相才知道,越狱的犯人是白鹰。 我看得清清楚楚,以白鹰当时的状态根本不可能越狱。 是龚国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人将他弄了出去。 听完文相的讲述,明树沉默了好一阵。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一个犯人不想越狱,却被一个狱警弄了出去,这太荒唐了。 当年我们同监事的人都被拉去调查,那些刑警特警轮流审问我,我也没说。 不敢说,说了也没用。 那你为什么愿意告诉我? 明年我就要出狱了,等我出去了,也许到死我都不会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但我觉得,应该有人为白鹰主持公道。 我们都是犯人这不假,但我们认真接受改造没想过越狱,白鹰好端端的服刑被人给害了,为什么还得让他背着越狱这个罪名啊? 那你猜龚国针将白鹰弄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我猜不到,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白鹰那种长相的人,在我们这儿老是被惦记,但龚国针有老婆,不至于像我们这样只能找男的邂逅。 去年上头又来查,说是龚国针被人给杀了,我当时就想会不会是白鹰干的。 但我又觉得,白鹰可能早就死了。 静立室,慕明街,一飞在狭窄的巷道里穿行,走在前面的是派出所的民警。 那就是白鹰家,家里没什么人了。 民警指了指一个小店铺,这条街上的都是老房子,临街店铺有的在街面以上,有的在街面以下。 要想进入那些街面以下的店铺,就得下四五步阶梯。 民警早就跟一飞说清楚了,白鹰刚到静立室时,是个来路不清的黑户。 后来在这条街上落脚,成了裁缝铺里的工人。 老板乔应是个老好人,曾有一个与白鹰同龄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在白鹰来到静立室之前病死了。 乔应悲伤过度,硬是把白鹰当作自己的儿子,后来还帮白鹰把户口给绊了下来。 直到后来被判刑,白鹰的户口都挂在裁缝铺里。 这些年大家都不心穿裁缝铺的衣服了,乔应也老了,就把铺子给关了,独自住在铺子里。 他脑子有些问题,说的话你别劝当真。 民警提醒义飞。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作者初和,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72集 乔应站在乔应面前,看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六十多岁其实不算老,但乔应身上已经看不出什么活力。 你们是来找阿英的吗?我早就说过了,他不在我这里。 想也知道,白鹰犯下命案以及越狱之后,警方肯定多次来到这B字的裁缝铺。 乔菲忽然有些可怜乔应。 我不找白鹰。 我只想听你说说,当年你和白鹰是怎么认识的? 你为什么愿意帮助白鹰解决身份问题? 许久,乔应难难道。 如果我的孩子还在,就和阿英一般大小。 我和阿英有缘,他就是上天还给我的孩子。 你们都说阿英杀了人,我不相信。 我和他一同生活了七年。 他十八岁就跟着我学做衣服。 我教过他做人的道理,我不相信他会杀人。 乔菲试图让乔应平静,乔应颤巍巍地抹着眼泪。 我不相信他会杀人。 在由二间返回市区的路上,明树接到了审询的电话。 我们找到了红庄当年的老板周涵。 当时给他钱让他经营红庄的是红城的被害人,曹峰怀。 当年火遍整个净利市的红庄,如今已经从餐饮行业消失。 人们乐于追捧,也善于遗忘。 现在在街头巷尾随便找十个人来问,九个人都没有听说过什么红庄。 命案成为红庄由盛倒摔的分水岭。 有人被杀死在包厢里之后,红庄生意日渐惨淡,半年后关门歇夜。 那时能与后来的网红媲美的周涵,也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周涵上一次被警方找上门,还是七年前白英越狱时,各项证据证明白英从未与他联系过。 如今,周涵已经32岁,不负当年的姿色,在丈夫开的广告公司做行政。 12年前,白英在红庄杀人时,警方其实调查过周涵的背景。 那时候,她只是个刚满20岁的女人,漂亮婀娜,很难不被人惦记。 但是因为案子本身与周涵无关,白英又早早认罪,所以对周涵的调查进行得十分简单,并未查出在背后为红庄提供运营资金的是谁。 换言之,警方没有深挖周涵的金主。 今时不同往日,相似的现场如同一根无形无质的线,将曹丰怀、公国针、秦雄串到了一起。 而消失的白英,就像是那一根尖锐的针。 沈寻将三人的照片放在周涵面前,问他是否认识其中一人。 当目光落在最右边的照片上时,少妇原本笑意盈盈的脸,污染一僵,那笑容就像是被冻在了唇边。 站在沈寻身后的乐然,一下子想到了一个成语,花容失色。 最右边的照片,正是曹丰怀。 沈寻拿起照片问。 你认识他? 周涵连思考都没有,在沈寻提问的瞬间就摇头。 他的瞳孔骤然紧缩,抿着的唇正在发抖。 程御师,你的反应已经替你回答了。 我…… 周涵看着自己刚做完护理的手,结结巴巴的。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向知情人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 周涵抬起头。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知道,并且知道的还不少。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那我问一个,你回答一个。 周涵还未来得及拒绝,就听沈寻道。 曹风怀已经与两年前遇害,你知道吗? 周涵脸上血色净退,食指紧抓住卓妍。 你……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 周涵恐惧地摇头。 是谁杀了他? 袖手找到了吗? 沈寻盯着周涵的双眼,判断他此时的反应是否是伪装。 曹风怀一家的案子发生在寒省红城,而这里是周省禁力市。 红城警方并未对外公布死者身份。 曹家出于生意考虑,也想方设法按照消息。 周涵早已嫁作人妇,如果与曹风怀断绝了往来,那么不知道曹风怀已死,也正常。 凶手在逃,所以我才找到你。 周涵额角滑下一笔汗。 为什么找我? 不是我杀了他,我和他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沈寻往后靠在椅背上。 唉,你误会了,我只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曾经发生在曹风怀身上的事。 周女士,现在你总不会再告诉我,你不认识他了吧。 周涵肩被抖得厉害,半赏后说道。 他,他为什么会被杀? 沈寻摇头。 你最好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和曹风怀是什么关系? 眼前的男人气场过于强大,周涵毫无办法,磕磕巴巴地交代了十多年前被曹风怀包养的事。 十四年前,周涵十八岁,刚从乡镇来到城市,没有背景也没有学历,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勉强在叶总会当了个陪酒女。 曹风怀那时候也年轻,不敢在老子眼皮底下玩女人,时常往寒省以外的城市跑,用假身份红女人。 周涵漂亮又年轻,是曹风怀最忠义的情人,忠义到告诉了周涵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出钱给周涵开了家海鲜餐厅。 周涵摇身一变,从叶总会的陪酒女变成红庄的老板。 因为要避着家人,曹风怀与周涵见面向来十分隐蔽,给钱也都是现金。 周涵受宠两年,红庄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直到,白鹰在包厢里杀人。 命案之后,曹风怀给了周涵一笔钱,意思是了断。 周涵时时务,将红庄一关,经过短暂的低迷后,开始用分手费做生意。 后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我发誓,分手之后我和曹风怀再也没有往来,我甚至没有去打听过她和她的家事。 白鹰在红庄杀人,而曹风怀当时正是红庄的资金提供者。 十二年前,七年前,两年前,警方没有挖出的联系,终于在三起案子被汇总时浮出水面。 审讯又问,张龙被杀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人的眼睛最难说谎,听到这个名字时,周涵眼中的光一案,几秒后说。 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张龙是被白鹰杀的? 警方的结论是这样没错,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毕竟当时警方忽略了不少细节。 周涵的手在桌子下抓住了毛泥裙子。 我其实,其实不明白白鹰为什么会杀死张龙。 白鹰不是那样的性格,而且张龙,张龙是冲着我来的。 冲着你来? 张龙追求过我,我没有答应,他经常到店里来骚扰我。 曹凤槐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 白鹰杀害张龙时,曹凤槐在哪里? 周涵愣了会儿,忽然睁大双眼。 难道是曹凤槐让白鹰杀了张龙? 你认为呢? 周涵在片刻的茫然后摇头,低声重复道。 不可能吧。 沈寻细细打量周涵。 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二年,细节恐怕查不到了。 但张龙出事的时候,曹凤槐再不再进离世,你应该知道。 他在,他张龙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我真的不知道。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73集。 明树赶回近立市局时,一飞也正好回来,分散的线索被一片一片拼凑在一起。 当地警方为特别行动队准备的临时会议室里立着一块白板,明树拿着马克笔在上面写话。 大量名字出现在白板上,各个名字之间拉着有力的线条。 明树一边继续写,一边说。 现在已经确定,白鹰就是秦鹰,她在离开齐悦山之后,没有回到冬夜市,而是来到了禁律市,在牧民街做工。 认识了失去儿子的老裁缝乔应,之后在乔应的帮助下,终于摆脱黑户的身份。 在乔应家里,秦鹰一共生活了七年,即从十八岁到入狱前的二十五岁。 义得,是这样吧。 义飞点头,武冲道。 据乔应以及牧民街的街坊说,乔应中年丧死,一直将秦鹰当作亲儿子看待。 秦鹰很孝顺,尽心尽力照顾乔应。 乔应至今都不相信秦鹰真的杀了人。 名书看向沈巡,秦鹰的动机确实很可疑,真正有动机的,其实是曹丰槐。 沈巡站起来,拿起另一只马克笔,在曹丰槐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假设当年杀死张龙的是曹丰槐,曹丰槐是怎么让秦鹰顶罪的? 金钱,势力,站在曹丰槐的角度,以金钱蛊惑,以权力逼迫,是最有效的手段。 秦鹰身世凄苦,好不容易过了七年安生日子,最在意的,一定是给予他一个家的侨应。 曹丰槐以乔应威胁秦鹰,同时又告诉秦鹰积极认罪能够争取清判,积极改造能够减刑,在里面蹲上几年就能出来,与乔应一同享受荣华富贵。 乐然打岔。 但这也不至于去顶罪啊,他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秦鹰曾经被自己的亲人从悬崖上推下去,获救之后,他一没有选择报警,二没有选择复仇,而是悄悄离开,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人生。 这样的人,骨子里就藏着恐惧。 当一个比他强大数倍的人出现时,他很有可能屈服。 那就矛盾了啊,明队,我们现在不是认为曹家、公家、秦家这三前案子都是秦鹰的复仇吗? 他这么一个容易屈服的人,怎么会连杀三家人啊?手段还那么残忍? 是秦鹰的复仇,但复仇者不一定就是秦鹰。 沈寻没说话,却轻轻点了个头。 不久前,明术还在从二间赶回来的路上时,二人就讨论过围绕秦鹰的谜团。 最早,在重案组刚得知秦鹰有个名叫秦鹰的弟弟,而这个弟弟已经失踪二十一年时,就得出过秦鹰已经被秦鹰害死的结论。 继而分析出,秦鹰一家被杀是有人在为秦鹰报仇,但这人到底是谁,根本没有办法去查,因为重案组并未掌握秦鹰的人际关系。 可随着侦查的深入,一条重要线索出现,秦鹰在被秦鹰推下悬崖后并没有死,而是被海敬寺的僧人给救了,此后音讯全无。 这条线索给重案组的思路转了个项,让人不得不认为,是秦鹰回来了,残杀秦鹰一家的是秦鹰。 但也许,秦鹰没有死在齐悦山,却死在了别的地方。 秦鹰服刑期间一直在积极接受改造,越狱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不合常理。 秦鹰说着,在白板上写下文像的名字,又着重敲了敲。 如果文像说的是实话,那么秦鹰就是被预警公国珍强行带走。 至于公国珍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判断是利益趋势,有人让他将秦鹰弄出去。 可以用逆推来证明文像的话的真实性。 如果文像撒谎,秦鹰不是被公国珍带走,而是自己越狱。 那么以当初公国珍对秦鹰的照顾,秦鹰在逃离之后,没有理由向公国珍复仇。 公国珍一家死得那么惨,还与秦家曹家类似。 那最接近事实的判断就是,秦鹰确实是被公国珍强行带走,而这一行为害了秦鹰。 对,三起案子发生在三个城市,从作案手法来说,应该并案侦查。 一旦并案,就要明确凶手的动机。 沈队,秦鹰这边我们已经查到底,现在还能深挖的,是静利阿尔坚和曹家。 公国珍只是一个预警,她冒着天大的风险将秦鹰弄出去,外面必然有人接受。 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在秦鹰已死的前提下,为秦鹰复仇的人,难道会放过那个人吗? 也就是说,连环凶手杀人案并没有结束,凶手还有目标? 嗯,现在缺了一环,藏在公国珍背后的人,很可能就是这一环。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每个人都在思考,凝树抱着手臂,盯着写话的密密麻麻的黑板,偷隐隐作痛。 但这种痛,并不让人感到烦躁,而是牵连着一丝光亮,就像真相终于要破土而出。 如果这名复仇者真的存在,她必然认识秦鹰,了解秦鹰,爱秦鹰,清楚秦鹰不会杀人,更不会越狱,否则她不会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寻找真相。 她是曾经生活在秦鹰身边的人。 巧应? 但巧应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看上去没有做案能力。 买凶也不可能啊,这种类型的案子没有买凶的心理。 秦鹰一共就在三个地方长时间停留过。 十六岁之前在秦甲,被秦鹰推下悬崖之后在海靖寺,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在静立市牧民间,二十五岁之后在监狱。 海靖寺现在已经可以排除,而秦甲,我们众案组做过详尽调查。 现在两个空白地带,一是监狱,二是牧民间,这个人大概率是他在牧民间或者监狱里的好友。 我还想到一种可能。 关于秦鹰的身世,你们其实并没有查清楚,在成为秦家的一员之前,秦鹰是谁的孩子? 这一点现在已经无从查起。 那么为秦鹰复仇的,有没有可能是他真正的家人? 又是一阵沉默,明树将马克笔合上。 有可能,不过我认为,目前侦查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我刚才说的那两条线上。 因为对于秦鹰真正的家人,我们现在是一丝一毫的线索都没有。 哼,此路相当清晰啊,跟校区学了不少。 明树微挑着眉,眼中闪过一丝光。 还好。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作者初和,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74集 慕名街是条老街,前几年说是要规划,拆了南边的几栋房子,剩下的却在规划范围外,被不干不干地留了下来。 年轻人们很多都搬出去了,还住在里边的无非是老人和没有门路的人。 在慕名街的排查,由特别行动队主导,净利是警方必须配合。 明树重点关注的是秦英的同龄人,男性。 在排查中,警方找到了十多名符合要求的人,他们要么曾经住在慕名街,要么现在还住在慕名街。 与秦英关系要好,对秦英杀人越狱感到不解。 但明树一番接触下来,将他们的嫌疑挨个排除。 你们怎么又来了? 乔应脸上的皱纹不断颤抖。 我的孩子是好人,他不可能害人。 我就是因为当年那个案子的疑点而来。 乔应震了半天,眼中忽然涌起浑浊的泪,双手一合就给明树做医。 明树扶住老人。 在白鹰出事之后,有没有什么人经常出现在你家附近? 来了很多人,警察、记者、邻居、还有阿英的朋友。 白鹰的朋友,您都认识吗? 乔应点头又摇头。 阿英人缘很好的。 那有没有谁在白鹰复兴几年后,以及离开监狱之后,还偶尔来看你? 为了照顾乔应的情绪,明树没有用越狱这样的字眼。 唉,都散了。 不过…… 不过什么? 几年前,每年过年时,都有人给我记年货。 是谁?包装你还留什么? 我拿给你看。 乔应起身说道。 十多分钟后,乔应从里屋搬出几个折叠起来的箱子,从快递单上的信息看,这些都是从电商发出。 明树立即将快递单拍下来,让乐然马上去查。 乔应说,从四年前起,就没有再收到过年货了。 您认为这些年货都是谁寄给您的? 乔应张了好几次嘴,心声说道。 我希望是阿英。 如果她还好好地活着,即便再也不回来见我,我也满足了。 乐然很快从快递单查到发货的电商。 从电商的交易记录可知,下单者在避国。 乔菲说。 人在国外这要查就麻烦了。 坚持给乔应寄年货,却不肯透露性命。 而这几年,忽然不再纪念货。 因为她已经不在国外,她回国了。 策写现在能够进一步细化。 曾经出过国,要么是工作,要么是读书。 四年前回国,探查秦英杀人越狱的真相。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人脉,个人能力极高。 否则不可能查到曹丰怀公国珍身上去。 至于秦雄,我推断,可能是秦英曾经跟她说过以前的事。 不然这一条,她根本没有途径去查。 此前公国珍一案悬而未决,此时出现了新的突破点。 靖立市行侦支队重新成立专案组,支队队长亲自前往而间。 文项这回不再遮遮掩掩,正式录下口供。 原本被认为是越狱的犯人,竟然是被狱警投药并强行代理。 二间一时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将一个犯人从监狱里带走,公国珍一个人能做到吗? 外面一定有人与公国珍配合,但里面难道所有狱警都不知情? 仅仅是知情却装作不知,还是本就是公国珍的同伙? 在重案组待了这么多年,还在特别行动队被垂打了一年。 明述最是清楚一个道理。 很多人看似无罪,并不是真的无罪,是还没有查到他头上去。 净历室二间,经不及查。 李良平与公国珍同为二间的预警,在特别行动队及市局刑侦支队的密集审问下,终于承认,自己在公国珍带走白鹰的途中,为公国珍提供了帮助。 事后从公国珍处得到了三十万元酬劳与封口费。 三十万元,七年前在静丽市这种地方,已经购买一套普通两居式的房子。 别等我真的不知道了,公国珍叫我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把钱收下来就好。 李良平在明亮的灯光下紧缩着肩膀。 公国珍说,他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只要我配合,大家就一起发财,如果我不配合。 不配合会怎样? 公国珍说,外面要买白鹰命的是个大人物,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就不能再瞎传了。 是哪个大人物?是多大的人物能让玉锦犯罪? 李良平双手抱头。 只有公国珍知道。 乐然留在静丽市协助民数,而沈寻已经去了寒省红城,督查两年前曹丰怀一家的血案,得知一条曹家一直隐瞒着的线索。 曹丰怀曾经因为女人而在静丽市杀害一人。 这个人,就是张龙。 如此重要的线索,直到特别行动队前来,才得以曝光。 红城市局上下无光,但这差错也算不到红城刑警头上来。 曹丰怀出事之后,刑侦支队费心侦查,而曹丰怀的亲信担心祸及自身,故意隐瞒。 线下被诊断出了癌症,才将实情全盘托出。 十二年前在红庄失手杀死张龙的,是曹丰怀。 曹丰怀拿乔应的安全威胁秦英,又承诺在秦英出狱之后,解决其下半辈子的生活,迫使秦英顶罪。 为了保护给了自己一个家的侨应,秦英扛上了一条不应属于自己的罪名。 迟到的真相终于到来,而当年的凶手及其家人,已经被一双法外之手残杀。 这双手到底属于谁?而那个找到龚国珍的人,为什么要买秦英的命? 明树看着白板,醋眉沉思,放在警库里的手机阵响,是萧与安的电话。 这阵子,他们虽然相隔两地,但通话十分频繁,案子的细节进展,明树全都会汇报给萧与安。 萧与安也会将冬夜这边的情况告知明树。 明树接起电话。 萧举,一个未经核实的消息,七年前,处现在毕国所做的心脏移植手术,是一起非法手术。 明树紧捏着手机,双眼盯着白板上的白鹰儿子,多日来积蓄的疲劳,在眼中聚化成一缕缕红血丝。 皱着的眉,红着的眼,这令他看上去比平时多出几分力气。 半天没有得到应答,只听见呼吸声,萧与安换了声。 明对? 我在。 明树猛地将视线从白板上移开,右手扭在发胀的眉心。 我在。 说着,他转身走向不远处的会议桌,拉出一张椅子坐下,忍住难以名状的愤怒。 我一直在想,那个在二间外面和龚国珍配合的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得到秦英? 小军,你刚才给我提供了一条思路。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75集 萧与安说 有人看中了秦英身上的某个器官,如果和楚家联系起来,那就是心脏。 等等。 明术抬起手,虽然这个动作不会被萧与安看到。 楚庆名义上是楚林雄的侄子,但方剑的传闻是,楚庆是楚林雄的私生子。 早前他在楚市出境风头,突然出家之后,楚庆才见见上尾。 心脏手术,出家,还竟死。 但是哥,除了楚庆被牵涉进我们正在查的案子, 没有别的线索证明他与秦英有关系啊。 的确没有证据。 不过,如果证实楚庆做的的确是非法手术,心脏来自某个活生生的人, 这就能解释楚庆为什么会放弃事业,选择出家。 他想忏悔。 楚家这潭水太深了,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人,能活过十年的不多。 楚庆现在已经算半个废人,楚家那些人仍旧对他忽视眈眈。 楚庆现在名义上是被警方监控,其实是被我们保护起来了。 如果有人想要对他动手,暂时也没法行动。 哥,你是在假设楚庆的手术与秦英有关? 现在我们没有证据,但不要忘了一个关键性的时间问题。 秦英被龚国珍自监狱带走是七年前的六月, 楚庆的心脏手术是七年前, 具体哪一天暂时无法确定。 但就以之线索来看,楚庆从人们视野里消失是上半年, 最晚是五月九号,回国则是次年三月。 明术心跳渐渐加快。 时间上具有可信性。 那如果秦英和楚庆,真是因为心脏被联系起来, 楚庆岂不是凶手最大的目标? 凶手给秦英复仇,一步步杀死了那些伤害秦英的人, 最后一步,是拿回秦英的心脏。 哥,楚庆现在…… 放心,有特定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行,我得再想想, 楚庆的手术是不是与秦英有关, 这一点可以后面再接着查。 一旦我们告知楚庆她可能面临的危险, 她的态度一定会改变。 嗯。 那按照我刚才的思路, 龚国珍将秦英带走, 试图秦英的心脏, 那不就说明, 龚国珍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 偷取犯人的器官, 这种事, 一般不会只发生一次。 盗取犯人的器官用于移植, 类似的案子在国内外都发生过, 影响最大的意气, 狱警、黑市中介、医生, 甚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种案子有个特点, 那就是受害者不止一味。 当尝到甜头之后, 人会为了巨额利润而一再铤而走险。 但二千现在完全在聚光灯之下, 静力士行侦支队, 特别行动队, 都没有查出另外的猫腻。 假设秦英是因为器官满满被带走, 龚国珍怎么会只做了这一次, 还做得这么尖熟? 器官移植风险巨大, 心脏移植的风险更大, 绝不是随便从监狱找个人就能做的。 前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监狱里那么多犯人, 为什么是秦英被锁定? 我暂时没什么头绪。 你照你的想法继续查。 第一, 如果涉及器官交易, 秦英不可能莫名其妙被盯上, 二千里边有我们还没有摸到的蛛丝马迹。 第二, 龚家遇害的是龚国珍, 他妻子还有孙子, 他的直系亲属还在, 龚家还可以继续啊, 至于处信, 我会再与他接触。 龚国珍的大儿子龚冰, 曾经是静力士寺中的英语老师。 一年前, 与龚国珍一同被杀害的小孩, 正是他年仅三岁的儿子。 一桩惨烈的命案, 让他一夜之间失去了三位之亲, 而妻子也因为难以承受伤痛而与他离婚。 如今, 龚冰已经辞续在寺中的工作, 无业, 要么待在家中, 要么在街上游荡, 靠积蓄过火。 去年案发时, 他的身份是被害人家属, 警方照顾他的情绪, 并没有针对他做太多的调查。 而现在, 龚国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被害人, 而是与七年前二间的囚犯失踪案有关, 警方不得不详查龚家的背景。 被杀死的是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还有我在三岁的孩子。 龚冰情绪异常激动, 一双眼睛里满是愤怒与悲痛。 你们, 你们现在告诉我, 我的父亲有问题, 他才是嫁害者。 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父亲经经夜夜工资了一辈子, 现在退休了, 被人害了, 你们不去抓害我全家的人, 反倒就脏势扑在我父亲身上, 还要我配合, 我配合什么? 你和你们污蔽我父亲吗? 一个人如果没有做过某件歹事, 却被指认做过, 这才叫污险。 一个人做过某件歹事事后被指认, 这不叫污险。 龚冰三十来岁, 寺中的老师和学生都说, 龚老师既有学识又有风度, 书教得很好, 也很会处事。 但家里出事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很可惜。 我呸! 如今的龚冰再也没有旁人描述中的风度, 他恶恶狠狠地看着面前的刑警们, 仿佛他们就是杀他一家的凶手。 明树视线在酒味打扫的房间里扫过, 最终回到龚冰脸上。 你是六年前结的婚, 结婚的半年前买下这栋房子, 一百二十平, 三十两厅, 城市中心地段的中档商品房, 临近近立市最好的小学, 以六七年前近立市的房价, 这套房子全款买下来, 少说得花一百万。 你们不配当警察, 不去抓杀害我家人的凶手, 都来查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买是多少钱,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明树看着手机里的信息, 目前特别行动队已经查到, 龚冰六年半以前, 买下这套房子时付的是全款, 现在绝大多数普通人买房, 都会选择贷款。 近立市是做小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冬夜和落成, 龚冰当时是个不到三十岁的中学教师, 哪里有能力直接拿出一百万买房? 买房的时候, 你还没有结婚, 当时你一个月的工资不足六千, 一百万的房款, 是谁给你凑的? 关你什么事, 你为什么总逮着我房子不放? 说不清这一百万的来路, 我不可能放, 是不是龚冰真给你的? 是又怎么样, 我父亲节省勤劳, 钱都是他和我母亲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怎么, 你们怀疑他给我买房的钱是三款? 你们, 你们真是太会见他人了! 节俭是没错, 毕竟他们一直住在老房子里, 但是节俭就能攒下一百万吗? 欢迎收听长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76集, 在静立市, 一名狱警再怎么节省, 也省不出一百万, 龚冰先是与民宿对视, 可对视没多久, 就甩开了头, 一百万不全是由我父亲出来, 我和我妻子也有积蓄, 我姐也支援了我五十万, 你姐? 龚星? 是, 你们不信去问他, 还有我前妻, 你们都去问, 去问啊, 别他妈污蔑我父亲。 明树早就想联系龚星, 但龚星十多年前就已经出国, 去年龚家三口遇害, 警方都未能联系到他。 你姐支援了你五十万, 怎么支援给你的? 最近一年, 你和龚星有联系吗? 龚冰面上出现些许不自然, 他早就和我们断绝往来了。 哦, 这个早就, 是多早? 龚冰嘴唇如动, 没有答话。 既然已经断绝往来, 龚星还愿意支援你全款买房, 这不太合乎常理啊。 警方查过龚家的银行流水, 不管是龚国珍夫妇, 还是龚冰, 名下都没有大额转账记录, 但龚冰买房之前曾经在柜台办理过大额储蓄。 你们认为我不能买这套房子,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事, 你们都觉得不合乎场地。 龚冰说着, 眼中已经有了泪, 咬牙道。 你买房的钱来得清清白白。 那我可以理解为, 在你买房之前, 龚国珍给了你一笔钱, 你姐给了你一笔钱, 剩下的, 是你和你前妻凑出来的。 龚冰仍旧咬着牙。 龚国珍给了你多少? 加上我姐的, 一共九十万。 一百万的房子, 你和你前妻只出了十多万,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还要承担装修的费用。 龚冰不知不觉受到民数的影响, 注意力渐渐转移到房子款项上。 装修下来, 花了三十来万。 民数点点头。 龚国珍是直接将九十万现金交给你, 让你自己去存入银行, 作为房款。 龚冰张了半天嘴。 是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转账。 不知道怎么转账, 于是将自己和女儿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再交给你, 让你自己去存。 可问题是, 我既没有查到龚军给龚国珍转账的记录, 也没有查到龚国珍取款的记录。 龚冰的脸当时变得惨白。 龚国珍可能不会转账。 但他难道平时没有将钱存在银行里, 难道连你那远在国外的姐姐也不会转账, 将钞票寄给龚国珍? 我…… 这九十万, 到底是怎么来的? 龚冰眼中的泪掉了出来, 他双手用力抱着头, 头不断地甩动。 你们不是警察吗? 你们去查啊? 好, 就算我父亲收了赃款, 难道他就该被杀吗? 你们警察就不用去抓杀害他的人吗? 明树盯着龚冰, 神色越发严肃, 声线也是忽然一冷。 我现在追问你当年的事, 就是为了找到杀害龚国珍的凶手。 龚冰抹着满脸的泪。 可是我不知道啊, 我一个教书的, 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和珊珊感情很好, 可是他家里说, 如果不买大房子, 就不把珊珊架给我。 我和珊珊再怎么攒, 还是不够啊。 所以你就向你父母救援? 我也怀疑过, 我父亲怎么能拿出那么多钱。 我问过他一次, 他说是姐姐支援的。 我和我姐从小关系就不好, 我姐当初出国, 是因为我父母偏心。 她说过, 她走了, 就再也不会回来。 她不可能支援我买房, 可我不敢多问啊。 如果钱不够, 我就买不了房。 娶不了珊珊。 我, 我, 难道是因为我, 我父亲才遇害的吗? 经过层层努力, 特别行动队终于联系到 目前已经在南半球定居的宫星。 得知父母在一年前身亡, 宫星一时哑然。 不久, 明树听到低沉的叹息。 没想到, 当年一走就是永别。 我只是恨他们, 也恨宫边。 但没有恨到希望他们去死的地步。 明树知道宫星的近况, 他在清洁能源行业工作, 已婚, 目前生活美满。 吉安, 我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解答。 宫星将情绪克制下来。 好, 你问。 七年前, 龚国珍是否联系过你, 向你要一笔钱, 用于给宫兵买房? 宫星沉默, 大约是在思考, 十来秒后, 他说道, 要过, 但我没有给。 他们骂我冷血, 说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帮。 你最后一次和你家人联系, 是什么时候? 四年多以前吧, 我记不太清楚了。 其实自从我出国, 就和他们联系很少了。 我这人没有多少亲情观念, 让我尽赡养的义务可以, 从我这里拿多余的钱, 我不会给。 深秋的街头, 人形匆匆, 乐然仍然穿着他那件明黄色的宽松外套, 戴着顶鸭舌帽, 乍一看, 和外卖员没有分别。 就因为这身打扮, 他被明树派到街上来接外卖。 外卖员骑着摩托车赶到, 乐然伸手去接, 还被打亮了两眼。 乐然就无语了, 提着口袋匆匆跑回楼里, 筷子都还没掰开, 就问, 明树哥, 我穿这身衣服真的像送外卖的啊? 明树挑了份秘汁叉烧套饭, 靠在桌边吃。 一直没人告诉你啊, 他们都说挺阳光的啊。 乐然不急着吃饭, 拿出手机一通照。 赵凡哥说啊, 一到冬天, 大家都穿得灰不溜秋的, 看着死气沉沉的, 越是这样, 就应该越穿喜庆一点的颜色。 比如说什么亮红色啊, 还有这身明黄色啊。 明树想到上次赵凡那一身亮红, 春脚抽了下。 别说你这件外套是赵凡送的啊。 这倒不是, 乐然摇头, 往门外看了看, 见沈寻不在, 才说道, 寻哥过生日之前, 我想送他一件衣服当礼物, 但我, 你什么比较土? 明树放下筷子。 乐乐, 咱不能这样说自己。 这没什么, 我本来就土, 审美能力不行的。 我看不出哪些衣服上档次, 哪些衣服没档次, 要我挑啊, 我就给寻哥买身运动服。 运动服也挺好。 其实我本来想找你陪我去逛逛的, 你会挑衣服, 但你回冬夜市去了, 花队和小柳哥在落城, 我身边唯一能用的只有一个赵凡哥, 所以啊, 我只能和他一起去商场了。 嗯, 赵凡是个可以用的。 正在不知哪儿出任务的赵凡, 打了个喷嚏。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二百七十七集, 乐然接着说道。 赵凡哥和寻哥好歹是同学呢, 年纪差不多, 品位应该也差不多吧。 你寻哥和赵凡品位可差得远。 不过后来啊, 还是我自己给寻哥挑的, 寻哥很喜欢。 所以你把赵凡拉出去, 后来他没挑成送给沈队的衣服, 倒是帮你挑了一件。 就是这件, 我当时也没觉得像外卖服啊。 明叔在乐然的肩上拍了拍。 乐乐呀, 下次别跟赵凡广介了, 他坑你。 乐然给自己拍了几张照, 越看越他妈像外卖员。 妈的。 特别行动队的模范队员爆粗了。 治安子破了, 你不急着回进吧。 说不准, 得看看有没有新的任务。 去往那玩几天, 我给你挑衣服。 休息时间, 也就吃饭这一会儿, 大家风卷残云, 一桌子盒饭片刻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明叔本以为二间那边能查出些什么来。 可第一, 十年内曾经在二间服刑的犯人, 已经全部合适, 没有一个人遭遇与秦英相似的事。 这说明, 秦英是唯一一名受害者。 在假定秦英与器官交易有关的前提下, 整座监狱十年来只有一个人成为器官黑市的牺牲品,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至少是没有先例。 第二, 没有证据表明, 秦英在被带走之前接受过移植手术的相关检查。 监狱虽然会定期为犯人进行体检, 但这种体检, 绝对达不到移植手术体检的标准。 两点加起来, 秦英被公国珍带走, 就不该是因为有人想要她的器官。 可如果排除这种可能, 那就又回到了原点。 明叔将窗户推开, 深秋的冷空气一下子灌入室内, 沈寻走过来。 秦英被带走, 确实是最大的谜。 来到经历市的七年之间, 她一直安分守己, 是这个社会上最为普通的人。 要是有谁想要将她置于死地? 我只能想到曹丰怀, 即便秦英已经入狱, 曹丰怀还是怕她将自己供出来, 所以一心要她死。 但是曹家伍已经调查过了, 曹丰怀这人做事向来是找亲信, 她的亲信拒不承认曾经参与过秦英越狱一事, 现在也没有证据支撑这一推断。 明树抱着手臂, 摇头。 曹丰怀想灭秦英的口, 还有更方便更安全的办法, 将秦英从监狱里带出来, 是下架策。 既然她已经买通了狱警, 那为什么不让狱警在监狱里是个手段呢? 秦英不可能是被曹丰怀灭口。 那就只能是外面有人需要的。 明队, 除了器官交易, 你还能想到别的可能吗? 明树紧拧着眉, 现在线索已经在逐步合拢。 七年前, 龚国珍的儿子需要一大笔钱购置新房, 而龚国珍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 国外的女儿又不愿意给予支援。 这时, 有人将发财的机会递到龚国珍面前。 龚国珍接了, 并且威逼另一位狱警与自己合作。 能做到这一点的, 非复即贵。 楚家符合条件, 而楚姓确实是在七年前做的手术。 但楚家什么供体找不到, 为什么一定要秦英呢? 是哪里还没有想到吗? 哪一个角落里还蒙着尘埃? 鸣树深吸一口冷空气, 大步走到白板前。 冬夜市, 寒山书咖。 夜已经很深了, 许多咖啡馆早已打烊, 也就这间打着城市夜书房名头的咖啡馆, 还在营业, 但客人寥寥, 近乎于无。 角落里, 坐着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是水勋和洛义。 楚姓现在在警方手上, 齐悦山那案子闹得这么大, 警方盯着他, 楚先生也没办法。 楚姓有的是办法将楚姓捞出来。 那也得分时机, 现在去和警方对着干, 风险太大。 洛义沉默, 那双平时充满善意与宽容的眼, 渐渐变得英质, 水勋站起身来, 露出虚假的笑。 放心, 想除掉楚姓的不只是你。 楚姓这个大麻烦摆在那儿, 你以为楚先生想看他在海境寺里逍遥自在? 境立市局, 走廊上偶尔传来匆匆的脚步声, 名书手中的马克比, 一下一下敲着桌面。 七年前, 非法心脏移植, 越狱, 器官交易, 行英处性国外一百万, 关键词不断在脑中盘旋冲撞, 名书试图想出一种能够推翻器官交易的假设, 但都失败了, 种种线索指向器官交易, 可为什么秦英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就被锁定? 难道是外面的人在秦英尚未入狱之前就盯上了秦英? 可秦英已经入狱五年了, 再者, 如果秦英那么早就被有权有势的人, 比如楚氏, 确定为捐献员, 那还会被曹丰怀陷害入狱吗? 不可能, 若是一早就被锁定, 那些人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秦英被投入监狱, 被带离自己的掌控范围。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需要秦英的人, 是在秦英入狱五年里, 才发现自己需要秦英的器官。 可为什么是秦英的器官? 若是以处性为例, 处性需要秦英的心脏, 可楚家那种背景, 去国外做非法移植手术, 必须是秦英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 秦英还没有经过检查。 明树忽然觉得自己摸到了一扇门, 她垂下头, 右手用力按着两边的太阳穴, 必须是秦英没有经过检查, 冒着巨大的风险, 也要把秦英从监狱里弄出来, 秦英是最优的选择。 电光火时间, 一个想法像寒光碧线的针一般穿死而过, 明树猛地睁大双眼, 转身看向不远处的白板。 秦英之所以是最优的选择, 是因为秦英与接受器官的人, 是骨肉轻人。 心脏移植手术的风险很大, 即便是最顶尖的团队, 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 手术之后, 患者可能面临感染、 出血、 其他器官衰竭、 排异等诸多问题。 一些手术在手术台上的确成功了, 病人在医院恢复的也不错, 但回到生活中, 却迅速因为排异而不得不进行下一次手术, 非但没有延长生命, 反倒死在痛苦中。 多数人认为, 如果器官捐献者是健康的亲人, 排异会相对降低, 明树狠狠握紧双拳。 秦英的身世, 从头到尾都是个谜, 这个可怜的人又是被秦家收养, 秦安强、白红 待他比亲生儿子秦雄还好。 那个是他, 像秦家这样的家庭, 为什么会收养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秦安强的工友提到, 白红身体不好, 曾经去外地接受治疗,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接受治疗,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证实。 也许白红是去外地生产, 秦英是她的亲生儿子, 可假如是亲生儿子, 收养一说从何而来, 会不会是有人迫不得已 将秦英托付给了秦家? 这也不对。 明树摇了摇头, 如果是这样, 那二十一年前秦英被秦雄所害时, 秦家怎么向那人交代? 如果, 是不用再交代呢? 将秦英托付给秦家的人, 早就死了, 所以秦家才能对秦英的失踪, 做冷处理。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二百七十八集, 冬夜市, 行真局, 萧玉安拿着一份鉴定报告, 此前, 他和明树都只是怀疑楚姓是楚林雄的亲儿子, 而这份鉴定报告, 坐实了二人的关系。 楚姓并非楚林雄的侄子, 而是儿子, 那楚姓的母亲是谁? 楚林雄生性风流, 除了楚姓等四位有名有份的儿子, 在外面还有无数私生子, 上次撞到重案组枪口上的楚灿, 就是其中之一。 对这些私生子, 楚林雄向来冷漠, 给钱也给一定的地位, 但并不会让他们参与楚氏的生意。 楚姓是唯一的例外。 侄儿显然比私生子好听, 楚林雄给了楚姓一个特殊的名分, 将他带在身边, 在他尚未成年时, 就教他接触家族事务。 楚姓自己也争气, 在出家为僧之前, 风头甚至压过了楚林雄最出色的儿子楚庆。 楚林雄忠义楚姓, 楚姓资质确实突出。 据楚氏的员工说, 楚姓在集团工作时, 为人谦和踏实, 在楚家培养的那些年轻人中, 是人缘最好的一位。 照此发展, 楚姓必然是楚林雄最满意的接班人, 但这个接班人却有心脏病。 楚林雄半生狡诈, 心狠手辣, 楚氏能有如今的地位, 与他的能力, 野心, 手腕不无关系。 最满意的接班人, 最宠爱的儿子, 重病缠身, 楚林雄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 心脏移植并非治疗心脏病的唯一手段, 若非到了不得不做的地步, 医生不会建议病人做这项手术。 七年前, 若是不进行心脏移植, 楚姓活不过一年。 以楚氏这样的财力和人脉, 想要在国内找到合适的心脏并不困难。 楚林雄也请得起最好的团队为楚姓保驾护航。 既然如此, 去国外的理由是什么? 不可能是国外的团队更优秀, 因为再优秀的医生, 楚林雄也能够将其请到国内来。 将楚姓折腾出国, 不是明智之举。 肖羽安将鉴定报告放在桌上, 走去饮水机边倒了一杯温水。 楚林雄这样的商场肖雄, 做任何事都必然有他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楚姓的手术不能在国内进行。 最近十年, 国内医学相关领域日趋规范, 曾经猖獗的器官黑市交易被叫停, 几乎没有人还能在黑市购买器官, 而即便购买到了, 也没有机构和个人敢进行手术。 不过问题在于, 楚林雄没有必要给楚姓进行非法手术, 通过人脉和金钱, 他必然能给楚姓拿到最合适的心脏。 忽然, 肖玉安握着杯子的手一顿, 楚姓最终在国外做移植手术, 并且这次移植手术大概率是非法进行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楚林雄得到了最想要的心脏, 但这个手术无法在国内的监管条件下做。 这个心脏不是从正规途径得到的。 在楚林雄的认知里, 最适合楚姓的心脏并非那些合法捐献者的心脏, 而是与楚姓有血缘关系者的心脏, 他的其他儿子。 从对待楚燦仪式就可判断出, 楚林雄做得出用私生子们的性命 去换楚姓性命的事。 但假如有同等的选择, 他不至于牺牲自己的孩子。 楚姓的生母到底是谁? 现在众案组还未能查明。 假如楚姓的生母还有一个孩子, 也就是楚姓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 那么这个人就是最好的心脏固体。 肖玉安半眯起眼, 拿起手机, 电话刚一接通, 明树兴奋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哥,我有个想法要跟你说。 正好,我有个想法要跟你说。 秋叶漫长, 手机在手心渐渐发烫, 明树在特别行动队的临时会议室来回夺步, 而肖玉安站在众案组办公室的窗边, 偶尔走动几步。 一个人的思维有局限和盲区, 但两个人的想法扣在一起就足以形成一幅完整的拼图。 如果楚姓和秦英的关系成立, 那么楚姓就是凶手的最后一个目标。 凶手第一次犯案在寒省红城, 第二次犯案在周省静立市, 第三次犯案在我们冬夜市。 以楚姓现在在冬夜市判断, 凶手大概率也在冬夜市, 伺机而动。 就是那个在国外给乔英纪念货的人, 但我有个想不通的地方, 楚姓在海庆寺待了那么久, 身边没有一个保镖, 凶手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楚姓胸膛里有秦英的心脏, 站在凶手的角度来看, 凶手也许希望将楚姓翻到最后。 那我们现在就有两个突破方向, 一是楚家, 另一个还是秦英在静立市所交往结识的人。 据我所知, 楚姓并不是长大后战略才华, 才被楚林雄忠实, 他自幼就是楚林雄的侄子, 被楚林雄区别对待。 我认为, 这不是楚姓本人特殊, 而是楚姓的母亲, 在楚林雄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确定楚姓生母的身份, 要么正是我们的推断, 要么排除。 静立市这边就不太好查了, 以秦英当初的社会地位, 结交认识的基本都是底层民众, 这部分人找到的, 我都已经接触过了, 完全不符合嫌疑人的侧险。 还可以重点查一下, 七年前到两年前, 从二间离开的犯人, 那个最早向你提供线索的犯人, 不是说过吗? 秦英服刑时经常帮助他, 以秦英的为人, 帮助过的恐怕不止一个人, 不要小看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帮助。 有时在无关者看来, 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 但是对于受帮助的人来说, 可能足以改变其一生。 我明白, 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明树愣了一下, 脑中一边仍在梳理案情, 一边忽然走神。 有什么想说? 有啊。 常安好累啊。 早已到了凌晨, 明树打了个哈欠, 揉掉眼角的眼泪花子。 哥, 我头痛。 自己揉揉。 你怎么这样啊? 我揉不到啊。 去睡觉吧, 我一会儿再和审讯联系一下。 明树还真挠了下后脑, 讨要年长恋人的关爱, 是件会上瘾的事。 明树非但没有听话去睡觉, 反倒继续说道。 哥, 我肩膀和背也痛, 腰也痛, 腿都快跑断了。 萧玉安笑了一声, 这低沉的笑声穿过手机, 撩得明树腹肌一紧。 会议室没有别人, 明树小声抱怨。 我这么辛苦, 你不心疼我就算了, 居然还笑。 我现在心疼你, 只是放嘴炮, 看不到你也抱不着。 嘴上疼能有什么用啊? 嘴上疼也是疼, 嘴炮有什么不好? 我比较务实。 务实? 怎么个务实法? 回来就知道了。 现在挂掉电话, 马上去休息。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 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 领衔出演。 第二百七十九集。 宁树不由自主将谢丽的腰背挺直。 肖宁树这人有种本事, 前一秒还在说着情侣间暧昧温柔的话, 下一秒就能以上次对下属的态度发号施令。 明树其实很喜欢肖宁树, 肖宁树威严威严起来的样子。 他一直在追赶肖宁安。 肖宁安当了警察, 他便也要当警察。 但这种追赶并不是以超越为目的, 他甚至不需要追上肖宁安, 他要肖宁安始终在他前方。 处心的手术在毕国进行。 在别国查案阻碍太多, 肖宁安衡量一番, 决定暂时不派人去毕国, 而是将重点放在白红一家与处家上。 秦安强出生在农村, 后来离开农村来到冬夜市打拼, 是老家唯一一个混出头的人。 有了以过去的眼光看, 令人羡慕的工作, 娶到了城里的媳妇。 白红是城里人, 这一点与秦安强不一样, 不同的成长环境能给人不同的影响。 就秦安强和白红来说, 秦安强在冬夜市的交际圈 仅限于齿轮厂的公友, 而白红则必然有别的朋友。 秦英被养在秦家, 秦家的家庭成员都知道, 秦英是被领养的, 而秦安强和白红对外却说, 秦英是之前放在老家的亲儿子。 真相不管是哪一个, 为了秦英着想, 作为家长, 秦安强和白红都应该去给秦英上户口。 不上户口, 要么是因为无法上户口, 要么因为有人主观不希望将秦英的户口上在秦家。 根据龙城路街道派书所提供的信息, 足以判断, 当年秦家根本没有给秦英上户口的打算, 那么秦一种可能就可以排除, 将秦英看作家中的一份子, 善待秦英, 却不给秦英一个正式的身份。 是否是因为对知情者来说, 秦英只是暂时居住在秦家, 将来, 当某种危险过去之后, 秦英会回到他真正的父母身边。 这能够解释, 秦安强和白红为什么会更加照顾秦英, 而这种照顾, 看在年少的秦熊眼中, 就成了偏袒。 秦安强在冬夜市没有多少关系王, 秦英的生母很可能与白红交易匪浅, 并且在至少二十一年前就已经亡固。 白红如果还活着, 现在已经七旬高龄, 故有亲人多以亡固。 查尘封几十年的往事, 难度颇大, 但并非是无处下脚。 重案组经过戏纸走访, 找到了白红年轻时 就读于女子职业学校的同窗, 汪愁敏。 那年头, 读书的女性是少数, 白红的同窗里, 如今还在室的, 警方还能找到的, 就只有汪愁敏一人了。 老妇白发苍苍, 肩上搭着皮肩皱纹满面, 却有种遮不住的书卷气。 退休之前, 她在一所高中任教。 萧玉安亲自来到她家中, 向她打听白红年轻时的事。 红姐走得早, 那年我在国外进修, 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汪愁敏语速缓慢, 说着, 松弛的眼尾渐渐弯起来。 我现在都记得, 我们在学堂念书的情形。 红姐啊, 对我们这些年纪小的格外照顾, 是我们的大姐。 以前的女子学校和现在的初高中有很大差别, 会送女儿去读书的家长不多, 勉强凑出一个班, 学生之间年龄差距很大。 照汪愁敏的意思, 白红就是这个班上年纪最大的女生之一。 萧玉安闻。 您这儿还留着过去的照片吗? 此前, 重案组在秦家的老房搜查过, 大约是为了清除一切与秦英有关的东西。 秦雄和黄慧将家里的老物件处理得干干净净, 白红的私人物品也没有留下。 有的。 汪愁敏站起来, 往书房走去。 萧玉安跟在他身后, 尽他费力地向书架上方伸手, 立即上前将一本厚厚的相册拿了下来。 谢谢。 汪愁敏一页一页地翻, 即便那一页没有白红的照片, 仍旧会停留片刻。 萧玉安没有催促, 陪着浏览, 发现夹在这本相册里的全是老照片, 照片里几乎都是年轻的姑娘, 她们摆着颇有时代气息的姿势, 每个人都笑得十分开怀。 这就是红鞋, 还有这张, 这张。 汪愁敏干瘦的手指在相册上左右点着。 这一张是我们的集体照。 我看看。 萧玉安拿过相册, 视线迅速在与白红有关的照片上扫过。 相册的后半部分, 白红的照片不少, 这是汪愁敏的相册, 照片的主人公当然是汪愁敏, 所以白红的合照这里, 最多的是汪愁敏。 除开汪愁敏, 萧玉安注意到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 许多张有白红的照片, 也有这个女孩。 而在班级合影中, 她与白红也是站在一起, 看得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萧玉安问。 这位是…… 汪愁敏拨弄着老花眼镜。 这个, 他叫林玺, 是我们班上最漂亮, 成绩最好, 家境也最好的姑娘。 对了, 红姐和她关系最好。 看出来了, 您刚才说她家境好, 是怎么考法呀? 您知道她毕业之后的情况吗? 她父亲是做官的, 我们以前还笑她是官家小姐。 汪愁敏回忆许久。 后来, 我不记得她毕业后是做什么去了。 就记得一件事。 她呀, 是我们这些桶窗里走得最早的, 三十多岁的时候人就没了。 是病事? 汪愁敏摇摇头。 我听说是自杀。 方远航对民宿将自己丢在冬夜市, 感到相当不满, 每天坚持骚扰民宿, 问徒弟哪里不好了, 为什么去静立市不带徒弟带副队? 线下被肖愁安安排了任务, 方远航本来兴冲冲的, 得知任务内容后, 却很是纳闷。 为什么要查白红的同学? 这个同学多年前自杀了, 与现在手头这些棘手得要死的案子, 有什么关系? 不过嘀咕归嘀咕, 方远航一旦工作起来, 认真的尽头, 不输重案组任何人。 很快在户籍部门的协助下, 核实了林喜的身份。 如汪愁民所说, 林喜的父亲确实曾经为官, 但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林喜二十多岁的时候, 嫁给了一个名叫郭用的男人, 两人育有一子, 取名郭平安。 后来被人偷走了, 林喜因此报警, 派出所还留有当时的记录。 这个小孩一直没有被找到, 林喜三十多岁时自杀, 未留下一书。 而在自杀之前, 他并未被诊断出 患有任何无法治愈的疾病。 他的丈夫郭用, 则是在两年后车祸离世。 林家与郭家的同辈亲戚, 现在只剩下郭用的妹妹, 郭善谋。 郭善谋的年龄 与汪愁民相差无几, 都到了知天命的时候。 本应淡定豁达, 萧玉安却在他眼中 看到了畏惧, 不安, 惊慌。 你汹上家小孩丢失的事, 您还记得多少? 萧玉安盯着郭善谋的眼睛。 郭平安, 您的侄子。 欢迎收听长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二百二百八十集。 听到这个名字, 郭善谋的反应可以用夸张来形容, 满脸的皱纹像是被人用手捏紧了一般。 我不清楚。 郭善谋声音发颤, 接连摇头。 我和他们家走得不算近。 是吗? 您很紧张? 郭善谋已僵。 萧玉安将自己的证件摆在郭善谋面前。 我这警察, 我能够保护你。 郭善谋的双眼一下子就红了, 他颤巍巍地抬起手, 覆盖住自己的脸。 片刻, 眼泪从指尖躺出。 平安他, 是被林玺藏起来了。 你们不要去找他, 只要他不被找到, 就能好好活着。 可林玺和郭用曾经报案, 说郭平安被人偷走了。 郭善谋用力摇头。 那是做给外人看的, 平安没有被偷走。 我大哥和嫂子为了保护平安, 将平安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 这个可靠的人是…… 他叫白红, 是林玺的同窗。 林玺说白红很善良, 一定能照顾好我们平安。 等一切都太平了, 我们再把平安接回来。 只要不在我们家里, 平安就是安全的。 林玺惹到了什么人, 才会做到将自己的孩子藏起来的地步。 肖玺安心中早已有了推断, 但必须向郭善谋求证。 郭善谋拿起面前的证件。 警察, 真的能保护我们这些老百姓吗? 能。 肖玺安目光坚定, 语气沉稳, 简简单单一个字, 就给了郭善谋巨大的勇气。 是楚家, 是楚林雄, 是那个禽手不如的东西, 毁了我们一家。 数十年前, 冬夜女子职业学校的校花林玺, 爱上了年轻的代课老师郭用。 郭用比他大不了几岁, 长相英俊, 为人谦和, 只来带了几节课, 就被许多女学生所关注。 那个年头, 谈恋爱远不如现在自由, 虽然已经不存在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但也很少有哪个女孩 主动去追心仪的男子。 林玺是个例外, 她喜欢郭用, 就去追求郭用, 将满心的爱捧给郭用看。 林家是知识分子家庭, 和许多父母相比, 林父林母开明得多, 认为女追男不是什么 有失辅导的事。 对林玺这样漂亮, 优秀, 热情的女孩, 难得有人会毫无好感。 但在林玺没有毕业之前, 郭用始终与她保持着 师生应有的距离。 等到林玺不再是学生, 二人才确定了恋爱关系。 和林玺的家庭相比, 郭家普通许多, 和城市里绝大多数 底层劳动人民没有分别。 郭用的妹妹郭善谋 和林玺关系很好, 哥嫂还没结婚时, 郭善谋就悄悄问林玺。 姐, 你和我哥的孩子 取什么名字好啊? 平安,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对他的祝福 都是一生平安。 婚后不久, 林玺产下了一名男婴, 当真取名叫郭平安。 这孩子成了林郭两家 最心疼的宝贝。 当年, 女性逐渐走上 社会的各个岗位, 郭平安满半岁之后, 林玺在楚氏集团 找了份文书工作。 那时候楚氏 还没有发展到 现在这种规模, 林玺觉得 和一个企业一同成长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但天真的她哪里知道, 正是这份工作 将她与她全家 推入了深渊。 林玺在楚氏工作的 前两年, 一切风平浪静。 楚氏在年轻负责人 楚林雄的带领下 高歌猛进。 基层不少女员工 私底下都在议论 这位有才有貌的男人。 林玺见过楚林雄一回, 也承认对方 长得一表人才, 工作能力更是没话说。 但林玺从来不参与 姑娘们的花痴。 因为她家里那位, 才是她心中最好的男人。 转折发生在第三年, 以林玺的职位, 本来不管怎样 也没有接触楚林雄的机会。 但那天, 一个项目出了小问题, 楚林雄亲自过问, 正好就到了林玺所在的部门。 林玺念书时 是少女般的漂亮, 就像清晨沾着露水的玫瑰包。 如今为人父为人母, 出落得更有风韵, 楚林雄一见钟情。 在这之后, 商场情场两手抓的楚林雄, 居然倾心寡欲了好一阵子, 将那些在她眼中 已经成为雍之俗粉的情人 统统撵走, 一心一意追求林玺。 林玺惊讶不已, 接连表示自己已经结婚, 拒不接受楚林雄的追求。 可楚林雄是什么人? 她看上的女人, 没有一个不臣服于她。 林玺越是拒绝, 她越是要得到林玺。 不得已, 林玺只能放弃自己喜爱的工作, 以躲避楚林雄。 但对楚林雄来说, 找一个全家都在冬夜市生活的女人, 太容易了。 林郭两家, 因为楚林雄而失去了 往日的温馨与宁静。 楚林雄不仅持续骚扰林玺, 还使手段让郭用丢了工作, 甚至扬言要了郭平安的命。 林玺和郭用警也报了,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仍是摆脱不了楚林雄。 唯一的出路, 是举家离开冬夜市, 从此远走高飞。 楚林雄就算再有本事, 大概也不可能追来。 但林家和郭家, 早就扎根在冬夜市。 林玺和郭用, 倒是可以带着郭平安一走了之, 但两家的父母怎么办? 此来想去, 林玺还是决定留下来。 然而不久, 令林郭两家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林玺光天化日之下被楚林雄劫走, 强暴, 后又被拘禁于楚家, 一年后被放回来时, 已经形容枯稿, 如死人一般。 在楚家, 他给楚林雄产下了一个男孩, 取名楚姓。 林玺疯了, 有时又神志清醒。 而这一年里, 林郭两家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 林父林母相继过世, 郭父也卧病在床。 郭用竭尽所能照顾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盼着有朝一日, 妻子能够想开, 能够好起来。 和精神失常的林玺相比, 楚林雄才是真正的疯子。 以前林玺尚未给他产下孩子之前, 他就威胁过要杀死郭平安。 如今林玺已经给他生下男孩, 他对郭平安的恨, 竟是变本加厉。 楚林雄说, 你只能给我一个人生孩子, 其他的, 生下来也得死。 林玺有一次清醒了过来, 抱着郭平安哭泣, 对郭用说, 平安留在我们家, 总有一天会被害死。 过去两年多的经历, 已经磨掉了郭用的所有棱角, 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益, 只想保护妻儿, 哪怕是狗活着。 但我们能把平安送去哪里啊? 我们有哪些亲戚, 楚家都知道。 林玺摇头, 念书时, 我有一个要好的姐妹, 这些年我们属于联系, 但她很善良, 对我也很好, 她, 她应该会帮我。 感谢观看